哈囉大家好我是夢想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就是 我看Netflix 加入他們看一集 然後我看了之後 其實有幾部我覺得非常推薦給大家 你們就可以由影片去追了你知道嗎 好不管怎樣子 我的Number 5就是一部叫做Happy Belly的影片 然後是英國的 然後他的中文名字叫做幸福谷 有沒有感覺很幸福 可是實際不是 他其實在講一個女警的故事 然後這個女警的女兒 曾經被人家強暴過 然後後來生下一個小孩之後呢 女兒就自殺了 後來沒想到在女警就遇到這一個 強暴女兒的犯人 那個犯人其實他就是逃之夭夭 並沒有真的強暴他女兒之後就被抓 然後所以還繼續可能就是犯案什麼的 然後就接連一串的一些故事衍生出來 這部片就是目前總共有Season 2 然後未來會有Season 3 是還蠻緊湊的所以不會很妥協 最重要是大家喜歡程度還不錯 如果你在Google上面就是Google一下這部影片 有94%的人就還蠻推薦這部影片的 所以這是我的No.5 OK好 那再來就要進入我的No.4 就是我第四名 第四名是Shaklow Holmes 就福爾摩斯 可是在那根這種影集裡面 這個Netflix裡面它叫做 新世紀福爾摩斯 我覺得應該還蠻多人都會追這種類似 比較偵探類的啊 一些犯罪的犯人什麼的 然後未來會不會出第五集好像 沒有特別我看Google沒有特別的 有說到會出到第五集 因為它反正每一集都也是很緊湊 可是我個人覺得第四部的時候 就是Season 4是特別好看 就是讓我覺得一步接一步 然後會很期待如果有Season 5的話 可是不知道未來會不會用 很可惜 好Anyway就是再來的話呢 我的No.3 的第三 No.3 叫做破案偵探 這是中文 那英文叫做Mindhunter 然後這一部是主要在講BI的Agent 他們其實都是在各個那種警 警察局啊地方就是交課 講解一下犯罪人的心理 那為什麼他們會知道犯罪人的心理 就是他們會去跟犯罪的人去聊 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是因為他們發生什麼事情嗎 去研究那個根源 可是其實在這個過程之中 他們也發現比較高端的犯人 其實不願意去透露他們的心理想法 然後而且反而就是在玩耍 這個FBI的偵探 所以就是也漸漸之中 他們也幫助了一些警察 就是pull on就對了 以前只有Season 1 未來也是會有Season 2 所以也是非常期待 就是我的第二No.2 No.2是叫做Narcos 就是毒銷 然後這是一個真人真事的故事 在哥倫比亞 我忘記什麼年了 可是他的名字叫做Babalone 總共有Season 3 那其實毒銷的影片一定就是打打殺殺 可是看完這一部的結尾就是 南美洲 不管其實哥倫比亞或者是墨西哥這一種地方 其實都在毒品的市場 他們是非常壟斷的 然後也是很正那個官商勾結 那所以可是因為他們其實很多 南美洲大部分的這些毒品都會去銷售到美國 那美國就會派政府 派人就是阻止這個毒品這樣子的毒品市場來來往往 所以可是問題是美國人就發現說其實他們很難去斷了這個市場 因為其實正常關節的情況很嚴重 那所以他們國就是可能會有一種 心有餘力而不足的感覺 Narcos就是他整部片就是都是講西班牙語的 美語跟西語參雜 我覺得還蠻推薦就是在學西班牙的人 西班牙語的人可以去看這部片 Number one的 Number one到目前我都還在追 它叫做The good place 中文翻成叫做善良之定 這部片呢其實它是用一個很幽默的方式來去呈現 就是在講人其實都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 imperfection 就是可是大家都想要一直追求完美有四個人 然後的故事 可是當然不止這四個人還有其他很多人 那全部裡面的主角我覺得都很有特色也都很好玩 所以這一部片到目前為止很好看的 所以大家這一部真的千萬不要錯過 因為我google了一下 它的那個喜歡程度化真的還蠻高的 98%的推薦這部片 如果你不知道要看什麼了 因為你知道追到最後呢會有一點 嗯...巨窮 對巨窮 然後所以你就會不知道看什麼 那我個人是覺得這部片也真的不能錯過 說我以上資訊有什麼錯誤的地方 那也歡迎留言給我 還有喜歡我的人 喜歡我的影片的人 就是記得要subscribe我 然後追蹤我的頻道 那我還是會未來繼續發布一些影片 我下次見囉 掰掰